哈喽,大家好,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进来我们的直播啊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有谁在线上啊 这个时间不晓得有没有人会在听直播 那么呢,就是 又是到了分享的时候 好,大家看一下有谁在线上啊 我先听一下声音是否OK先啊 诶,分享给了,分享给了 在我们的直播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那么我现在先把我们的这个放出来先 呃,等一下大家等我一下啊 我先set好先 听得到吗?声音OK吗?声音OK吗? 今天有一点音乐陪伴啊,大家会听到一点歌 还不错啦,还不错啦,因为在 Holiday嘛,Holiday的时间就是 好,你好,来 会有一些音乐,人家会播 大家会听到音乐 听得到吗?听得到吗? 不晓得了,不晓得了 OK,来看一下,哈喽,我们的谁进来? 马贵喜,Eddie进来了啊 还有我们的周秋,我们的刘尊雍 还有谁进来?我们的Benson 诶,Benson,好久不见了 诶,Brian,Beyong Chang,还有我们的Ko Jin Hua Apple,I-V 啊,Yi-Sing 哈喽哈喽,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OK,我先把这个链放出去我们的Telegram先啊 那么等一下我们一起来Telegram看看一下啊,等一下啊 来来来,有谁在线上的,现在可以进来 然后把直播写出去 我们要开始了啊,要开始了 哈喽,Robert你好 Eve 还有我们的Xiao Qing Po 还有谁进来,可以让我知道一下啊,看一下啊 还有我们的Joanne Cheng Chen Ong Jack Chong Marcus Twenty 哈喽,还有我们的Huachai 哎,大家笑我好,大家笑我好 那么,呃,今天又来到了分享的时候 那么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 基本上就是有关于到全职投资者的 那么呢,有很多人呢,就觉得说全职投资者 啊,是顺顺利利的,没有任何的阶段是要过的 那么来到今天这边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全职投资者也有必须要过的黄金四大阶段的 并非是说不用过的,没有阶段过,没有卡过 就可以直接马上,in a split second,就赚很多钱了 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我们也是要经过一些波折 经过一些,我们必须要经过就好像人生必经路这样子 对不对,那我们人呢,从小到大 我们也是有一些东西必须要经历的嘛 去做工也是有很多东西,要经历要学啊 对不对,企业也是一样啊 career也是一样啊,什么都是一样啊 对不对,投资也是一样嘛 所以来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来 有谁来线上呢,基本上可以让我知道一下 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黄金四大阶段 在全职投资者里面 有很多人说,我一出来马上我大学毕业,我就可以成为全职投资者嘛 他们有问我这个问题 那么我也是觉得说,可能不要太急啦 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必须要去经历的 哈啰,Elin你好 大家帮我分享出去就好啦 那么我是突然间心血来操 那么我不晓得昨天,大家有去哪里Holiday吗 有去Holiday吗 有去Holiday的人在下面跟我讲一下 有去哪里Holiday 分享了谢谢我们的Limsocklink啊 每个人可以像Limsocklink这样是最好的 那么去Holiday是一件事啦 但是去Holiday了,大家可能要收拾一下心情啦 现在毕竟也是差不多六月了 那么我们讲Sell in May Go Away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人跑去Holiday嘛 那么现在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有很多假日嘛 那个时候穿红色衣服是for market drop 哈哈哈 你们够力啦 OK 今天我穿红色衣服 并非是要跟大家说Market drop 还是什么 我不是这个意思哈 可是呢,其实我也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穿红色衣服也有一些 含义在里面的 那么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等下我会跟大家讲一下 哇厉害啊 这个肯定之前有跟我们直播了 吼屌,他一看就知道了 对不对 聪明啊 OK,我看一下是谁啊的 我们的Mui Sun Link 对对对 我的人生就好像坐过程车 OK,好,话不多说 我们正式开始啊 那么以上现在之后分享 所有人的金融产品都是我个人经验 分享并非任何买卖 如果我提到任何的金融产品 大家买卖的话 买卖还是富豪 我们正式开始,各位 那么提到这个 我们说投资啊 成为全职投资者 他有一个阶段 那么因为有一些股友呢 基本上他们可能是刚刚学金融 我有遇到的 然后他就遇到了一些状况 就举个例子他有去学什么都可以啦 今天我们不管是投资股票啊 投资房地产啊 还是投资生意啊 还是投资做指数啊 做商品啊 什么都一样啊 那么经历的过程里面呢 他就以为说 像我看到可能某某一个人做到很成功 他已经可能身家上百万了 或者上千万了 我很想像他这样子 那么我可以不可以马上像他这样 OK,我先来跟大家说 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的 只要人做到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我不是判断大家 实际上我不是来判断你 你不需要我来激励大家 不需要 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是一个事实 因为只要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我们只要懂那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做得到 同意吗 同意的人在下面自己写同意 你们讲对不对 你讲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OK,但是 但是我这边要讲先 我们愿不愿意经过别人经过的那一个波折 跟他的痛苦 跟他的喜怒 哀乐 高低 不平 愿意吗 这个是重点 同意吗 OK,那么如果同意的人 你在下面自己写同意 那么等一下我们来聊 聊聊一下 OK,首先 今天要有三个部分跟大家聊 第一就是我们的 这个四个阶段 OK,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OK,黄金四大阶段全身投射 第二,跟大家聊的为什么我会穿红色衣服 OK 第三呢,要跟大家聊的 就是有关于到这个大家的心目中 心头上的一些问题 OK,所以我们就开始了 我不多说 那么其实呢 在我们做这个全职投资者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我每个人都 我不懂啦 不管是投什么啊 房地产什么都好 他还是股票也好 还是做什么投资啦 他都一定会经历过第一个阶段 我们叫struggling period OK,英文叫struggling 就是挣扎期,你知道吗 什么叫挣扎期 就是说 我们会很挣扎 会很辛苦啊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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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挣扎期就是说 我们不是说一出来马上就可以赚很多钱了 我们也不是一马上出来就可以很成功的 这是不可能的 请你跟我说 一个人一出来马上就可以成为白亡富翁吗 这是不可能的 好像我的经历 我也是经过了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阶段来的 no choice 好,那么我们来提 这个阶段我们要讲 我们要怎样去经历呢 第一个东西我们要叫的就是 struggling period OK,struggling period就是 我们可能去学一个新东西 对吗 好像有一些人 可能他去上一个大学 他去上一个文凭 去学一个skill 或者去一个vocational school 我们去学这样用电脑啊 或者这样修理车啊 或者这样做mecanical啊 或者这样投资房地产啊 这样投资股票啊 这样做生意啊 OK,什么都好 或者这样成为一个很成功的高官啊 然后这样成为一个top salesman啊 我不管什么东西 OK,我想问大家 是不是一定有经过一个阶段 叫做struggling period OK,这个struggling period 其实它就是一个挣扎期 就是我们学习到的东西呢 从学习学到这个知识 到我们去实践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一个gap 有一个gap 我叫gap啦 什么gap呢 就是我们要完完全全去明白这个知识 然后让它去实践它 OK 当然啦 有long way也有short cut啦 long way就是我们自己去创 去磨 另外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别人成功的人 这样做到 我们就去模仿 这个事有很多人喜欢做的 但是我这里我来跟大家说 我就some way back to differ 我跟这些所谓的以前的mindset讲的东西 跟以前书讲的东西 可能我讲啊 会 大家会 会觉得 完全不懂的 不能够接受的 但是我的这个方法 对我来讲是最快的 简单的来说 在这个struggling period里面 其实有很多人很喜欢看别人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比方说人家开一个油站在隔壁 你看那个油站做得很好 就在 有一些人就会说 OK,我在隔壁再开多里 跟我一个油站 可能brand不一样 还是卖油 就以为说会有生意 想要去抢别人的顾客 可是他不知道一个道理 就是说 今天 人家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方法 来成功的这一个地方 OK, how to say 犹太人做生意 我不懂大家知不知道犹太人 分享一下 犹太人做生意的哲学 他们本身就是说 举个例子 他今天看到有一个人开一个油站在那边 他不会在旁边开多一个油站的 他会开一个餐厅 可能说人家去那边 或者开一个hotel 让人家去睡觉 然后让人家去休息 去吃东西 对不对 他不会呢 就是再开多一个油站在旁边 去跟人家抢生意的 这个是很愚蠢的做法 可是我们很多人 就是觉得看到别人做什么东西 企业成功我们就要去学 需要去模仿 看到别人用什么方法成功 我们要去模仿 OK,我不代表说 模仿是不对的 模仿是对的 这个是short card 但是这个方法是否会到最后第四个阶段的时候 我现在会讲四个阶段 大家要听他吗 前面的一个阶段呢 我们去模仿的话呢 我们会得到的一个很快的速度 去跳出这个struggling period 简单来说 我们不用再去碰 不用再去创新 去做一个我们不熟的东西 举个例子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我给一个例子 如果说一个人他去做trading 或者去做investing 比方说他投资股票 那么他投资股票 他就从A到Z 他有一套方法 可能说好像我 我每次都会给大家一个方式 他从A到Z 他跟着这个方式去做 他就一定会成功了 这个是一个我们叫 to skip那个struggling period 可是到最后请问一下这个人 他能不能够做到很成功很成功 有一点困难度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必须要经过 以等一下之后的三个阶段 我要跟大家讲 OK 大家先听这些啦 OK 所以 第一个阶段 我们叫struggling period 我们就会去学嘛 学了过后我们就会 拿一个别人所成功的例子 然后我们跟着去做 然后做了过后 可能我们就会有成绩 OK 成绩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小成绩 那么我们可以 cut short我们的时间 然后很快的就是去把这个东西给上手 上手就是这个是重点 很快上手 OK 明白吗 大家明白吗 第一个可以明白吗 等一下我再给大家第二个 我看一下有谁进来 各位友们 大家好 OK 所以我相信大家有一些人还是在 Holiday mood OK 那么不管怎样啦 大家Holiday mood 总归是要回去工作了 工作时间到还是要工作了 OK 等一下我喝水一下 OK 我们刚才讲到struggling period 能够缩短那个struggling period 但是我们说到我们struggling period struggling period 就是我们挣扎期 并非是代表说我们能够尽快的成功 成功又有分两种 第一种是巨大的成功 我们叫massive success OK 第二种我们叫做是 ordinary success 就是很普及化很普通的成功人士 OK 那么什么叫ordinary success 什么叫做massive success呢 巨大的成功呢 那么 Onlynery success 举个例子 我今天我copy一个方法 我去做 有些人我觉得很可爱的是 连名字都去copy别人 这不是很搞笑吗 对不对 他自己可能连这个 里面的内涵的东西都搞不清楚 他就去卖一些东西 或者去做一些东西 其实是不可以的 他是可以 他只是能够缩懂我们成功的时间 OK 刚才我讲到就是我们能够很快的上手 OK 那么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叫做是一个success period OK 什么叫success period 我们有叫做massive跟ordinary success 好 那么ordinary success呢 就是说我们去做了过 我们会看到成绩 比方说我们会有开始有赚钱 举个例子我做交易或者我做投资 我开始有看到一点点成绩 开始我赚钱了 OK 然后呢 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要的是赚这一个吃饭的钱 还是我们说赚一个passive income What does it mean is that passive income就是说我今天只是想赚多一个 extra每个月多一个几百块或者几千块 来过日子罢了 OK 如果是这样去copy是没有问题的 absolutely no problem 真的是没有问题的 OK 那么 当我们copy了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赚钱了 所以我每次都会跟大家讲 我有方法给大家 大家跟着做就对了 就可以赚钱了 这个是的确的 的的确确的 只要跟着做不了 听话照做就没有事了 当然没有听话 没有照做或者乱做 我们就不要讲了 OK 那么呢 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 massive action是怎样来的 massive success是怎样来的 massive的success是怎样来的 巨大的这一些成功 它来自于当我们开始赚钱的时候呢 我们明白我们是怎样赚的 OK 当我们亏钱的时候 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会亏 OK啊 大家自己写下 今天讲的是有一点点深 今天有一点点深 全职投资 我已经进入了第二系列了 各位 谁还第一次听到我们的 这个全职投资 有吗 在下面写comment 写一个annual 给我知道 新的啊 新手的各位 记得去我们的facebook OK 去听回我们第一个系列的全职投资 我今天已经来到第二个系列了 我会这样子一直讲下去 给大家以后 至少我这个东西会留住 大家知道要成为一个全职投资者 应该要怎么做 OK 我已经公开跟大家讲了 所以我是第一个做全职投资者直播 做到现在的 全马第一个 全职投资者直播啊 OK啊 所以我是直接跟大家讲 我怎样子做的 所以如果你后面有听到 可能就是copy啦 whatever啦 但是 请明白我是怎样做的 不要乱讲 或者说是随随便便 挂一个名字 然后等一下害到人家听了 不懂做错 这个就很危险了 OK 那么我们来讲啊 OK so success OK great agree with you 谢谢我们splay OK 那么我们来讲massive success里面呢 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我们是怎样赚怎样亏 对不对 然后当我们知道我们怎样赚怎样亏了 是否我们就有办法呢 能够去了解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 这样就会下去第三个阶段了 大家要听啊 第三个阶段 非常重要 你现在有身边有没有人很想赚钱的 有吗 有啊快点shack给他 有没有人 不管他怎样是都是赚不到大钱的 有没有这种人 有你现在shack给他 或者你身边有没有一些人 他很想很想很渴望成功 最近inflation提高到很高 他感觉到说东西有心无力 起价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把这个直播shack给他 我告诉你他会谢谢你这一生人 为什么我来跟大家讲 其实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 当我们开始赚钱了 过后下去第三个阶段 还没有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 叫significant 人生也是一样 什么叫significant呢 就是我们完完全全了解我们是谁的 我们完完全全了解我们是谁的 我们完完全全明白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 举个例子说我今天每一天大概 每一个月大概是多少钱 或者未来的目标我们是想买什么 我们是想买一辆车 还是想买一个房 还是想给孩子去国外读书 还是我们想结婚 还是我们想生孩子 还是我们想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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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所有的想要 刚才网线不是很好啊不好意思啊 有时候会poss一下 因为我现在在外面这边要靠近 他们的靠近泳池地方 会比较没有这样 网线没有这样好 可是我try my best啊 那么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 当我们到significant的时候 我们是已经可以赚钱了 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赚这笔钱 要怎样赚 未来日子要讲过 然后这个significant呢 其实就是把我们自己本身想要的东西 把它设定一个新的系统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是讲过的 举个例子 有些人是每个月只要多赚一个两千块马币 他就够了 有些人是多一个一千块马币就够了 有些人多两百块就够了 所以 every one is very different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设定我们的significant的 那一个想要做的那个level是什么 就是多少钱 然后我们才能够去想 我们现在有的所有的产品 这个世界有的 不管是房地产 房地产就比较fixed 可能收rent 我必须要公完了过 我才有办法可以收到那个rent 当然有些人讲 我的rent cover掉 我的那个instormant 我就可以赚到钱了 in fact yes 可是how about 如果万一有certain unfortunate 就是预料 就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东西发生 请问一下有没有spare cash 他讲 哦有啊我refinance了 我可以供十年 yes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在供这十年时候 如果万一又有情况发生 我们生病又要用到钱呢 他就讲 哦我有买保险了 这样我就问他 你的保险请问是买多少钱呢 是保什么东西呢 足够用吗 你看到吗 所以在financial management 个人的管理方面 其实我们不要非常清楚 这个叫做是personal financial ok 所以我今天讲到的personal financial 这一块哦 就是个人的一个 呃 我可以吃糟点 我像香港人这样的 好像李嘉诚那边 我以前去香港 我看到李嘉诚他的 他们的那些人啊 还有那个香港的人啊 跟他们 他们很喜欢去喝糟点的嘛 吃糟点的 咬咬茶嘛 然后咬咬茶我们就讲 这个股票会上啊 那个股票会跌啊 对不对 所以我也是很喜欢这样 我其实我早上的时间 我很喜欢去喝茶 喝完茶呢 我就会喜欢就是个 for example 来打一下高法 还是看一下market去哪里 然后过去进去赚点小钱 再来一点小钱过后 我就开始过我自己的生活 或者去看 如果说我想做什么样的东西 我就去做 不然我就去看一下 我的团队人怎样 过得如何 有时候我是这样啊 然后过得很好 我就没有管他们咯 那么呢 过后到最后 晚上的时间 我们想做什么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lifestyle 你懂吗 我喜欢打golf 我就喜欢 OK 时间到我就去打我的golf I go and enjoy my life 我喜欢Holiday 我就去Holiday 我根本不需要去想 for example 什么时候我们要走 for example 所以这些都是我想要的 可是有一些人不是这样的 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别的 对吗 所以我们要找的就是 找出那个lifestar 我们想要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不能够end our life 我们不能够永远活在这个世上 这个是impact it is true facts 所以我们必须要首先 第一个的是 我们找到我们想要过的一个 怎样的lifestar过后 我们才把我们之前已经赚钱的那个方式 去算出他的那个总共要赚的钱 每个月或者每一年 然后找出他的percentage 就是发现率 然后我们规划起来 把它变成融入我们的生活里面 这样我每一天要做的事情 其实已经包含了去赚钱了 包含了全职投资者 应该要有的那个character 应该要有的那个charisma 有玩在里面了 ok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东西 ok 到最后当我们有了significant 如果我们就进入最后一个节目 我们叫surrender ok surrender 什么叫surrender 其实我先讲完先啦 这个啦 等下我再回答大家问题 ok surrender呢 其实是最难做的 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 市场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we can't control the market 很多人会讲说是 哎呦 我要follow the trend 上市它升势我就冲上去做涨 它跌势我就做空 没有错 follow the trend是对的 所有的书都是这样讲的 in fact很多traders都是这样做 investors就不一样 investors就够controller 什么叫controller 要明白啊 今天讲的有一点深啊 因为我是讲全职投资啊 所以我会讲的有一点点深啊 听不懂的人要听很多人啊 游山玩水 是不是 我很喜欢游山玩水 this is my lifestyle ok 所以呢 不要去管别人 你懂吗 我们不要去管别人讲过什么 有些人是 喜欢奢侈品 奢侈品 有些人不喜欢 有些人喜欢奢侈生活 有些人不喜欢 有些人喜欢比较有充实的生活 要运动 要强壮 要有知识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所以 我们找出我们喜欢的那个生活 然后我们去走那个生活 我们就会很快乐 所以很多人就会问我 Donny 怎么你可以每天这样开心的 甚至发生事情 你还是可以很开心的 我跟他们讲 我们再过多一个三四十年四五十年 可能我们都不在了 对吗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潇洒走一回 开心的过生活 所以我要讲潇洒 怎样才能够潇洒 不是用嘴巴讲 我是真的做给大家看 我是怎样做 我把我的这个全职投资 融入了我自己的生活 我就是全职投资 全职投资就是Donny Lim 你今天不管在哪里听到全职投资 你就直接讲Donny Lim这个名就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吗 没有了吗 全马第一个做直播全职投资 从头讲到尾讲到现在 这个东西 我已经讲到第二个系列了 请看我的第一版本 我把真实的东西跟大家讲了 很少人很喜欢hype 可能没有跟你讲实话 我这生活我都给你看 我给你看我是这样做的 对吗 所以这种是没有的骗的 你不是这样就是不是这样的 也不要去跟人家讲什么趋势啦 copy我去跟人家讲趋势 没有用的 你明白吗 因为要明白一个道理 讲到趋势 很多人我之前还有一个朋友很好笑 他跟我讲 有人讲趋势 可是我讲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趋势啦 可是我的话 你知道我是肯定是趋势的 因为我也不懂他 问我那个人 所以我有些我都没有听过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能给comment 所以我只能跟他说趋势是什么 然后我就教他 我跟他讲趋势是看这个看的 他讲 哇 这样子他根本就是错了的 我讲 是啦 可是我不可以去comment他嘛 你明白吗 人有时候很喜欢做sertica 我都讲第一个struggling 别人很喜欢copy别人的 可是他自己都不懂他自己在做什么 你明白吗 所以这种就是 没有定位的人啦 就是做生活啊 他过生活他根本没有一个方向 他乱乱做 看到别人赚钱他就去做 不是这样的 你先看到别人卖手套 就赚钱就去开个手套厂 好像之前我们做手套的时候不是有很多跑去卖手套 然后现在手套不不不不不不拉固了 不是禅對不对 不能的 所以我没有明白个道理就是说 好像我我教的都是真实的东西 我教的都是accurate的东西 我自己在做 pure 所以 怎样子才能够成为全职投资 请看我的全职投资系列 从第一看到现在就够了的 当然你要有一套方法 如果有缘分 大家跟我学的话 就会学到某个方法 然后就可以帮大家做开端 然后后面的阶段 我们叫surrender的时候 刚刚提到我们回来 surrender就是我们知道 市场是不能控制的 市场是远远不能够控制的 今天市场发生任何的事情 我们只能够去应对它 不能够去控制它 永远记得我讲这句话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今天我可以去控制市场的话 那么这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 to me 很多人就会跟我说 Tony我觉得你好像在控制市场 你怎么可以这样准 我有一个朋友 真的他这样跟我讲 他说你从以前要跟我讲 你出来 出来后面听到你讲直播 到现在 几乎你讲的东西都重了 都准了 你在电台你都敢这样子 跟人家讲都准了 How you do it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不是我准 而是我是趋势 什么叫趋势 我知道他会去哪里 就这么简单而已 OK 但他问我控制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I cannot control 为什么 因为我的确是不能控制 你认为我今天可以控制 马股价明天上20点吗 不能吗 或者明天叫他跌一个10点 我就叫他跌一个10点可以吗 除非你以为看戏 大时代 对不对 我要他跌多少 就跟一堆有拔炮的人 火车头 那30家公司跟他们配合 去控制 这个是不可能的吗 除非他们30个都是我的好朋友 同意吗 然后我们为什么为了这个东西 来跟我这样子做 This is impossible 同意吗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个道理了 然后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样子去 否则说 如果有市场不能够控制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全职投资者 我们应该往什么方向去做什么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讲 我会对冲 I know how to do hedging I also know how to evaluate the markets from全世界 所有 有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股票 如果我们讲股票 股票他不是跌就是涨 这个是第一 另外一个东西我们要知道的 然后如果股票他有赚钱 他不涨 他把他跌 OK 举个例子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他会这样 去try to find information 很多人讲 不用去明白了 跌就跌了 我就走了咯 砍仓我就走了 我赚钱我就follow住他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跟赌博没有分别啦 就是我赌对了 我就继续赌咯 我赌错了 我就离场罢了咯 我就止损离场嘛 所以不是这样子做吗 所以我今天 我们对我们要知道 因为我们投资是一个生意啊的 我们投资股票是一个生意啊的 所以股票是一个生意 我们就知道这个生意背后是在做什么 为什么他会成功 为什么他会赚钱嘛 所以当我知道他会赚钱 他是因为ABC的理由 然后他股价没有上市 是因为什么理由 其实可以懂的 因为in accounting sense啊 我说我account 大家知道读account的人有吗 有没有读account的人 来 Hello Hi-Fi 我以前也是有 立得懂啦 立得懂 那么呢 读account的人都知道说 account是可以evaluate一家公司 可以知道他的fundamentals是走到怎样 他的基本面走的 It's very important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公司是fundamentals is pretty good 很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try to go to evaluations so evaluation就是股价 评估叫我读 我读过 property management valuations I know how to evaluate the stock right 所以我们知道他值多少钱 我们知道他未来 有没有钱能他能够 come back to他这个pricing right so evaluation就是 the second stage 然后再来呢 就是of course 我最近跟大家回来 买销 跟大家讲的就是 趋势 trend because trend trend 其实 它是很重要 可是很多人不明白 他就 不明白它的重要性 然后很多人 乱乱copy也以为是trend no this is not trend是要很多知识的 其实 it's not as easy as we thought ok 但是 我有我的sob 只要follow我的sob一两套的 那个小的trend 是没有问题的 ok 小的我们讲小的 cycle 我们讲我叫cycle 是没有问题的 but I talk about trend yeah I don't think it's easy ok so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surrender park 刚才我们讲到surrender 就是surrender to market 然后很多人就讲 这样我surrender to market 我要怎样子做 ok 当market go against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个方案去cater 什么叫cater 比方说market它暴跌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cater 或者我买到一个上 一家公司是比较不好的 然后过后 它 突然间走斩 ok 我讲 我只能讲到这边 不好而公司基本面 可是上到够力 然后我没有卖 没有卖掉 然后我突然间暴跌下来 我要这样做 有没有这个solution先 当然啦 你跟我讲卖掉了 我买东 这个是最容易的 but inshort 有没有别的地方 可以去赚一些钱来cater all else we can do 这个是我们要assel 全职投资者 full time 我们要回去evaluate 跟董 这样子去做的一个东西 不是这么简单 but once we know it 全职投资 我们一会了过后 我们成为全职投资 已经不再是梦了 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也不再是梦了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I'm telling you the truth ok so我也不是说今天 我随随便便就是 什么来 电报追踪消息 打电话买股票 I don't know so我不可以讲太多了 那么今天我为什么会穿红色的衣服 很多人想知道吗 有些人问我吗 那么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我穿的这个红色的衣服呢 是想要给大家一个information 一个资讯来让大家知道 因为我穿着这样子大家会比较记得 ok 就是现在的通过膨胀对吗 很多人就说 这个通过膨胀能不能control得到哦 然后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它控制不到的话 股市就会红色了 但是它控制得当的话 它刚刚刚巧 我后面的我后面树的颜色 看到吗 看到什么颜色啊 青色 ok 青色就是上了啊 我对我而已啊 有些人讲不是青色 有些人讲是有用来 如果中国的话 红色是上了哦 Now don't quote me wrong so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 不同的candle的pattern的颜色 but to me I take it at 在这一个直播所分享的 就是青色就是上 红色就是下 那么呢 我们来分享一下 那么其实哦 我们知道这个通过膨胀 从之前到现在 它们都control得很好 那么美国也希望可以control在这个2-4% 我能够讲啦 讲 讲 like you know like 就是低过2% 我是觉得没有这个 没有 没有这么容易啦 那么最近我不晓得大家看 有没有注意到 来有没有在我们Telegram的了 有在Telegram的吗 有没有我现在发一个东西给大家 来 谁没有在Telegram的 现在进去做啦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Telegram 我现在发出去啊 因为我有些东西 我没有办法全部人这样子给啊 给这边 看到吗 Toninium投资电台哈 我在下面另有了 OK我现在发给大家看这个啊 今天我有拍的一个照片 很可爱的一个照片 OK 看一下啊 看一下 Australia I think it's here OK yeah yeah It's here 诶 诶 我connect不到我的 我的internet 等一下啊 嗯 connect得到吗 OK我看一下我connect 能不能够 connect到啊 大家等我一下 喝口水啊 喝口水 然后我send给大家 来 全部人先去 join我 delicious 在Telegram我发给大家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啊 每个人都很忙 每个人都很忙 那么我现在就发给大家一下 给大家知道一下啊 那么这边就有一个,OK来,大家刚刚看到了我发出去的这一张,就是我今天拍的,热烹烹,来请大家看一下,这是从Boomberg的啦,然后我在电视嘛,然后我看到我就拍下来给大家看咯,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忙啦,所以澳大利亚费率呢,它在两岁高,所以他们也计算了可能会在来临的日子里去升息,这个就是我们澳大利亚费率, 现在会去做东西,那么我可以跟大家讲,有很多国家其实也开始在做这样的动作了的,那么如果说现在的我们的市场不是很理想的话,没有控制的很好,也没有人会去做这种事情啦,明白吗,so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大家要注意的一个东西就是到年底,今年十二个月,十二月对不起,十二月,我要跟大家讲,请大家mark起来这个月份,十二月,我们马股会不会生存到很好,其实it depends,highly depends on十二月,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十二月过后呢, 我们的美国还有我们亲爱的很多的一些欧盟区国家等等都能够控制的很好,这个通膨的话,或者我们说,升息了过后他们能够control啊,什么叫control很好,就是for example,美国可以在,if you do,I don't think that two to four percent,它可以马上到明年就可以做得到啦,I don't think so啊,这样,就会变成是股市可能会有一些adjustment, 然后呢,我们在明年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万一它真的控制不到的话,大家必须要有一个对策去对应,比方说它如果有一个暴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hadging的storage,这样子去对应,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方法呢,最近我跟大家讲盈利暴跌,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大家不管是在上或者下我们去赚点小钱过生活,这个就是盈利暴跌,so you should have it,you should own this system, ok,就是说我一定要有这个系统在我的生活里面,至少我可以知道说,在这个市场它不一样的情况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子去做,明白吗?ok,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有的,right?so讲完这个东西,我再看一下有一个很好笑的东西,我看一下,我觉得很不错啊,最近大家知不知道那个Elon Musk啊,Elon Musk好像是跟那个Twitter开始有一点闹烦了,不大爽啊,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就很好笑,他就跟我讲,Elon Musk好像不要买Twitter了,他讲,不要买Twitter了,就代表说,以前要买,他要做什么什么都跌嘛,现在他不要买,我就买Twitter,Twitter就会上了,ok, 因为讲好笑啦,真的是遇到我朋友讲这种笑话,你懂真的啊,人很搞笑啦,有时候,ok,那么讲到这一边,我再看一下有谁在线上打电话,笑死我打死呆,哈哈哈,ok,这个是Porsaline,ok,看一下,美国十年国债率,老师怎么看,ok,美国十年的国债率呢,其实我只能够说,不要太过的去担心了,现在因为毕竟我告诉你是没有它的impact呢,它不会因为说美国国债率怎样怎样,我们就会怎样了,现在 因为现在的情况不只是十年国债率的问题,它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的,so,in short,我只能够说,我们要等到年底过才可以知道,so,以我的分析告诉我,我讲答案罢了啦,以我的分析啊,我讲答案,中国是会先上,我相信是这样子,然后呢,第二点就是美国会maintain,可是不会很理想,欧盟去东南亚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在内呢,我相信会慢慢的上啦,我们会慢慢上,所以,我们买股票会很痛苦的,你会看到有一些公司,做么赚钱的,可是它的股,它的股价是不会上的,有没有遇到油的话,在下面 在下面写油,然后呢,我只能跟大家讲啦,如果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不要懊恼,不要伤心,不要生气,只要有passion,passion的耐心啊,懂吗,它会上的,因为所有的股票等牛市的时候跟你讲,猪都会飞上天啊,你相信吗,任何的烂股都会上,因为每个人都去抢,尤其是我们东南亚国家,我们的股票已经很便宜了,这些跌到很便宜了,你认为说,人家不会进来,它不像美国,美国还有人吵它上去,上去,跌下来又再吵回上去, 上去一点点,他们就是speculating比较多了,现在有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知道吗,so in my opinion,我只能跟大家讲,我的个人的看法就是,个人的看法,我个人,my personal opinion,就是我的看法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大家不需要太过害怕,因为呢,它不可能会像recession突然间暴停下来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罕见的,比较少见的,ok,so,基本上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东西, 我讲完了,那么我就来看大家的问题啦,我已经成功了,我已经成功了,8-9千了,ok,可以,那么你如果可以做到一个月差不多1万块钱,我可以跟你讲,基本上已经够用了啦,我们讲马来西亚,1万块钱一个月其实是挺好的,所以我们不用说太过坦型啦, 不然我们的Live Start不一样,so,如果我们需要的Live Start一个月是2万,那我们需要增加我们的资源,或者我们的技术就要提升咯,所以非常好啦,你看每次我在Live,我都听到大家讲,我都很开心的,就是我有一些,不管是我的学员,或者听我的直播的人都已经成功,这样我就at least,对我来讲是最大的毁报,我也没有到处去跟人家讲谁谁谁谁谁,可是他们自然自己会在我的直播跟我讲,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比我去教他们去讲更加, 值钱的东西,更加让我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呢,也可以帮助到那些听直播的人,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们不是浪得虚名开玩笑,我们是真实的,认真的, OK,so,ASM,EB,FD,interest,sum from foreign share,which continue to increment,you surely can split,you can do it well,as long as you keep on,never give up,然后多一点听我的全职投资这样做,then,我相信可以做得很好,那么,不用太担心,因为其实从全职投资,我没必要从兼职开时间,我下一次有机会,我再做多一点兼职投资者的,系列给大家知道,我是怎样过来咯,慢慢跳过来。 对于Light Hong今天起有什么看法,你不要管他什么看法了啦,Light Hong的话我只会觉得说,今天,Let's say 你讲说是有有有有有有,OK,我想看你,让我想看,我想跟你讲啦,让我想一下,让我想一下,有一点点的高难度要讲这个东西,喝水钱。 OK,那么我只能够说啦,其实呢,你注意看下公司是否接下来能够继续的有很好的盈利表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OK,那么如果说他有的话,那么这一次的暴涨呢,他可能就会延续很久,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他就不,可能他就不会延续很久,股票我们来分享罢了,OK,任何股票这样子跌跌跌到很底部突然间谈,这个是很正常的东西的,但是他能够last多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去evaluate的东西的,so to me,I'm more catered to some short like,我会去看他的fundamental,看一下他是否真的能够赚很多钱,这是我会去看的,未来,未来,所以如果能,他这一次暴涨是对的咯,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炒作上去咯,可能有一堆的人去炒上去,你有这个可能性对吗,然后过后就有先进的那个人去dump掉那个票,简单来说,就是因狼入室,那个狼他披着羊皮,跟大家讲,哎,会上,然后很多人以为会上就进去了,然后那个狼突然间 你脱掉他的皮,就把那些羊羊全部吃到完,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啊,ok,所以不要被割菜头咯,所以就是要特别注意,如果遇到这样子类似的东西的时候,就要懂什么时候应该要离场,什么时候应该要sustain留在那个股票里面,让他继续上,ok,so everything is still lying on一个东西就是,他公司的fundamental要有赚钱,因为不然的话,外质是不会来的,他我们的小钱里面goring goring这样子,我们能够goring多高诶,我可以goring个20%已经很厉害了啦,其实我跟你讲真的,在马来西亚, 我们可以goring个10-20%已经是king了,ok,so,I don't think goring是appropriate啦,就是或者我们讲ethical啦,因为会害死一些在之后买的人,因为他会住高楼嘛,所以我不喜欢这样子的做法,所以我一向来我都不鼓励大家这样子做,我也in fact我不喜欢,但如果说不小心有遇到这样类似的东西的话,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不要太过相信包装,也不要太过相信一些短暂的获利,因为获利永远是看长远的,我们不是看 那一两次啦,我们要看的是long term,几年后我们是否还在,我们是否会做得很好,才可以讲说是我们能不能长期在这个市场上成为一个很成功的investor,或者一个很成功的全职投资者,it's not about one or two times,ok,那个是lucky啦,one or two times is called lucky啦,buy luck,ok,so,如果一次多准的话,那个就不是buy luck,那个是buy skill啦,ok,所以呢,之前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哎,你的skill怎么可以这样好,那时候我跟他讲,你不要这样子,我这样,尽量低调也不要到处去讲,可以吗,你给我一点 私人空间,不然我去到那里,我都没有,都没有私人空间,因为我有遇过,也是很多人会跑来问我,哎,这个会上吗,那个会跌吗,我说,我at least我有点私人空间啦,我说,我们现在在我们自己的group里面,我们有几万个人,就这几万个人,就是慢慢赚钱就好了,啊,那么如果有更多人进来的时候,我们才慢慢啊,慢慢啊,就是大家有钱赚就开心就好了,然后如果你有好的,你跟我讲,we make money together,why not,so,to me,I just want to have a good life,然后我也希望跟着我们一起直播的朋友们, 股友们可以have a better life,那么当然我会把我自己真实的东西跟大家分享,所以永远记得,呃,呃,一个可以,可以对一次,那个是叫luck啦,可如果可以永远好几年都是这样对下去的,这个是很很很罕见的啦,那么呢,就就要知道自己,呃,那一个方法才是正确的,OK,所以呢,必须要自己去repeat,看自己的skill set是否能够keep on repeating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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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来,还有别的问题吗,各位,我给大家一点时间问一下问题啊,根据刚才我所讲的那四个我总结啊,我们会经历的就是一个strogling period,全市投资者,就是我们讲strogling去学,我们要,呃,去开始赚钱,然后当我们会赚钱,我们会进入第二个阶段,我们叫success,当我们success可以赚钱的时候,我们要的是巨大的成功,还是我们要小的成功,如果小的成功,赚几千块几万块,那个是不用去头痛的,啊,啊,是做得到,跟着我的方法走就可以了,那么如果大家要massive success的话,那么可能要进入第三个阶段,significant, significant,呢,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自己本身,到底想要过的生活方式是怎样,我们想买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从无我们的方法,跟我们的生活方式,配合,然后去做一个adjustment,到最后呢,我们就进入一个叫surender,当我们能够赚钱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方法,知道如果股市,或者说市场对我们有不利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呢,能够去hedge against它,然后呢,或者有更多的知识,能够让我们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都能够去赚钱,then, we can say,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very successful, 很成功的一个全职投资,而不是可能,呃,就是,呃,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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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遇到很多问题了,过不懂,这样子去react, alright,so,啊,啊,认同感,耐心等待,一定会有大收获,very good,这个是for split,种植领域,老师怎么看东西,ok,那么种植领域呢,威用啊,之前它暴涨很多,也是因为我相信你知道我们的乌克兰跟俄罗斯开始战争了过后,其实有很多的商品,包括这些,呃,我们说的种植业呢,其实也是有种生,因为它的那个 这个app CBO的价钱有种生嘛,然后呢,其实我们如果投资种植业的话呢,我可以跟你分享的就是,以我的看法啦,我的经验呢,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cycle,因为种植业你只要知道,它什么时候是收割比较多,什么时候是语记,或者没有语记,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过后,我们就大概可以forsit它未来的,这个潜能到底是在哪里,那么,根据我的看法,如果做种植业的话,它是比较偏向循环性的,循环性是比较cycle的,然后呢,到年底的时候会比较好, 然后,excuse me,比较要到年底的时候就会,通过我现在这样啊,六七月过了就会开始慢慢battle,然后,呃,年头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啊,过年尾过了就慢慢会跌回下来,那个股价这样子,那时候它会走生呢,最主要,呃,one of the reason就是因为有战争,这个乌克兰格尔罗斯,所以这一次乌克兰格尔罗斯如果尽快提,啊,对,还有一个东西要跟大家讲,如果乌克兰格尔罗斯早一点停止战争,其实对我们很有很大的好处,我相信这个,呃,通过膨胀的应该可以得到一个缓和,right? 都回调好多了,可以部署吗?ok,那么你要部署的话是可以做,呃,中短期,啊,这个是给威勇的,中短期是快,ok,Sitex好鼓来的,可是Sitex的话呢,这个是给我们的,呃,谁,我看一下啊,Yohengfong,嘿,Yohengfong,我记得你,ok,Sitex的话是好鼓,但是你要最最重要就是要,啊,是长期吗,长期我就没有这样担心,如果我今天是做短期去炒作的话,I don't think that it should to you,or should to us,right? ok,只能我这样讲,原本原油和黄金有什么看法? 本周,哦,本周Darren,ok,本周因为我在电台是没有点评哦,大家知道哦,说不到对吗?我们学生有些在电台都听不到,就一直问,因为电台他们Holiday,他们就Holiday,他们休息,所以我拜一就,他们就讲,OK,我就休息一个礼拜,我没有去点评在那边咯,但是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讲啦,那么原油请大家注意,这个礼拜原油有可能会继续的上升, Please beware,不要去做反跌,啊,就回调,回撤,也不要去追涨,ok,为什么?ok,我来跟大家讲,他会回,他会走涨,但是并非他不会突然间回荡,因为原因,我跟大家讲,乌克兰俄罗斯战争随时会有好的development,ok啊,进展啦,我讲很好的进展,但是我跟大家说,如果没有好进展的话,他走升,他也不会一飞冲天了的,他会慢慢上, 所以请大家注意,他中间的波段,可能会不小心,让我们亏钱,所以呢,只一定要跟着SOB,我有讲过的方法,跟着跑就对了,就没有事情了,第二,黄金,黄金的话呢,以技术方式,他是回调,没有错,但是以趋势的方式,我要跟大家讲,他会先跌过,会涨回上去的,所以在这个现阶段呢,很多人都是因为很害怕,这个经济是否有蓬蓬,没有办法控制得当,所以他只跌,跌不多,但是我跟大家说,他暴跌过,他也是会弹回上去,Please beware,黄金也是一样,请跟SOB走, 只要你跟着SOB走,没有问题的,Can make,In fact,这个时候可以赚很多钱,我们可以很,I think,比较容易赚啦,我时候跟大家讲,不要走一个方向,简单,我做一个 summary,就是黄金原油,不要走一个方向,OK啊,不要只往一个方向走,杀猪盘,哦,刚才我都讲了咯,所以要注意啦,OK,我最不喜欢啦,所以你看到我不会在这边跟你讲,短期的去炒什么股,炒的我不喜欢啦,因为这不是我,因为我不希望大家以后很恨我,你懂吗,我出去要没有看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要跟他做朋友,来,交朋友罢了吗,分享罢了吗,对不对,OK,好啦,我看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我今天我就讲到这边了,还有问题吗,我给大家多一下子,有问题吗,根据我刚才分享的,有任何的问题吗,看一下,我在等着,我在等着大家的问题,没有问题,我就是收,收了,我要去走走了, 没有啦,OK,没有的话,这样子今天就讲到这边了咯,这样下次我再跟大家分享更多啊,那么大家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给更多人都知道先知投资者,其实我们必须要经过的四大,四个黄金的阶段,赚几多才可以套心,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等我回答先,这是Philip,OK, 其实赚几多才可以靠现Philip,这个是看我们个人,你持的是股票呢,还是指数,又有分别,那么指数跟股票呢,它又有分两种,第一种,如果我们是做长期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有对冲的策略咯,那么呢,我们套现通常是在crisis的时候套钱,长期,然后短期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跟着SOP走的,就是我们应该要离场的时候,我们就离场,我们应该要赚钱的时候,我们就赚钱,是based on每一个交易的阶段去做的,OK,那么如果股票就不同,股票的话,我们通常会卖掉一家公司的话,如果以正,我们讲基本的, 我们走长期的话,我们都看公司的,公司如果不理想,我们才会卖的,公司理想我们是stars都不会卖的,因为我们会继续让它上,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做交易的人,做交易的人基本上他们都是做short term trading的,如果short term trading的人呢,如果他有亏到钱的时候,他就会离场了,他赚钱他就会keep it on,到他的tp price,所以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types的啦,所以你就看哦,如果我已经是走长期的话,就等到他整个公司开始转变变成基本面不理想的时候才来卖,这样子我们才有机会吃完整个波段性, OK,整个波段啦,好,就讲到这边啦,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啦,OK,so,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没有关系,我会在下一个直播跟大家分享,我叫PonyNim,see you guys,Cheers,HappyHoliday man